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大爷在童年时期学过肚皮舞 因此对舞蹈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20岁时 他与家人第一次前往KIA胎格子球场 看到了拉拉队的应援表演后 便对此产生了兴趣 并开始踏入拉拉队员的行列 而以大爷以拉拉队员一出道 就收到了棒球球迷们的热烈关注 迅速成为了人气拉拉队员 他在第三四代的拉拉队员中 以最突出的人气和知名度闻名 不仅如此 他还积极参与电视节目演出 并担任广告摩托等外部活动 在韩国当时 以大爷也被评价为 已经超越了韩国拉拉队史上 最受欢迎的 全胜时期的媒体曝光率和外部活动 顺便提一下 Pakirang是我的老家 釜山罗地亚恩齐的拉拉队球员 没问就算了 2021年4月 以大爷曾在一场比赛的转播画面中 被捕捉到 当时比赛进行到第八局时 KIA TIG 3比1落后 但在第九局成功逆转 以大爷因为激动而流下了眼泪 这一幕也被转播画面捕捉到 让许多人看到了 他真心热爱棒球的样子 因为以大爷是先成为棒球迷 然后才成为拉拉队球员的 他对KIA TIG 3展现了深厚的感情 但是在姻缘队长的咀嚼事件后 2023年 他成为了省卫进军台湾的 韩国拉拉队员 在台湾 以大爷的人气依然居高不下 多次在各种人气排行榜中 名列前茅 并代言了许多广告 此外 他还被任命为 韩国在台湾的名誉宣传大使 最近 他更是获得了台湾的就业金卡 Pionayu 1999年升得Pionayu 在2018-19赛季 作为职业排球拉拉队员出道 然后在2019年 加入了韩国职棒的拉拉队员 但之后 他曾有一段休息期 Pionayu在未完成大学学业的情况下 选择了休学 他原本打算复学后 专心投入学业 但后来发现 拉拉队的工作 更符合自己的性格 于是在休息期结束后 他在2022年重新复出 并成为了Kia Tiger's的拉拉队员 Pionayu拥有明亮的大眼睛 与他可爱的外貌相比 他的身材显得更加成熟 在跳Pikki Pikki舞蹈时 他多次展现了性感的一面 虽然Pionayu以他可爱又青春的形象 在Kia Tiger's拉拉队中 获得了很多爱戴和喜爱 但目前 他与伊丹比一起加入了 台湾职棒中心兄弟拉拉队 并积极展开活动中 Ejun Ejun于2004年出生于Changwen 他拥有与年龄相符的婴儿脸 和170米的高条身残 这使他在2023年出道后 立刻获得了爆发性的人气 而让很多人认识拉拉队员 Ejun的最关键切记之一 就是他的Pikki Pikki直拍影片 Pikki Pikki是一种 当对方打者被三针出局时 拉拉队员会以跳舞的方式 来庆祝这一刻的舞蹈 Ejun以一种几乎面无表情 但动作干脆利落的风格 表演了Pikki Pikki舞蹈 这支舞蹈 不仅让他在韩国广为人质 还成为了他走向全球的契机 前几天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件事 进一步彰显了Ejun的全球知名度 Ejun拥有成熟的身材 和极小的脸庞 加上惊人的美貌 使他格外引人注目 虽然Ejun常常给人一种 稍微冷淡的印象 但他非常宠爱粉丝 无论是上下半途中 他都对粉丝非常关心和重视 他还透过IG和YouTube 分享照片和与粉丝们积极互动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粉丝们认为 Ejun凭借他的外貌和魅力 完全有能力成为最顶尖的拉拉队员 许多人也认为 他成为第二个伊达也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韩国粉丝们也担心 Ejun会不会像伊达也和Pionaru一样 不久后也会前往台湾发展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包括今天提到的三位 大家最喜欢的拉拉队员是哪一位呢 希望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 为了粉丝和选手们热期应允的 全世界拉拉队员们 都能够继续一帆风顺 健健康康 加油 �上 站起来 我 continuation 对 好的 川�gar 突然 有